民进党真的要搞台独吗 听到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个傻子 民进党肯定要搞台独啊 如果不搞台独 那还是民进党嘛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带大家回忆两件往事啊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民进党的蔡同荣 蔡同荣有个绰号 叫做蔡公投 他一直认为呢 台湾原本的公投法 是一个鸟笼 把台湾的民意和民主 关到了笼子里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那是个鸟笼公投 所以他一直致力于 修改台湾的公投法 把台湾公投法成案的标准 往下降 其实原本台湾的公投法 也没有什么问题 和世界上大多数的公投法 大多数国家的公投法差不多 就是只要一半以上的人 投票通过 这个公投案就成立了 政府就要推动这个公投案 但是民进党不这么认为啊 他们认为这个一半以上 这个能感太高了 要把它降低 降低到四分之一 经过蔡同荣和其他的一些民进党的努力吧 这个反正这个过程 经过一系列的过程 包括国民党反对等等 但是最终这个公投案 就是这个公投法通过了 就是只要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投票 这个公投案就成立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啊 就是假如有两个完全对立的公投 譬如一个公投案是同意这件事情 另一个公投案是反对这件事情 它有可能都成立 都成立的话 你这样政府怎么做呢 对吧 按照美国呢 或者欧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 对吧 你必须要50%以上的投票 因为大多数人才能代表民意吗 四分之一怎么可能代表民意呢 在今年台湾的公投上呢 就出现了这么两个对立的公投案 就是同治婚姻法 台湾的同治团体呢 就是要公投台湾通过同治婚姻法 就是台湾的同治在就是同治在台湾可以结婚 但是台湾的保守团体 就是一些基督教派 也有一个公投案 就是反对同治婚姻法 那么明天就要投票了 因为台湾只要四分之一的人投票通过的话呢 这个公投就成立了 那么这两个公投呢 很容易通过 因为之前有一些小范围的民调 基本上赞成和反对的 就是五五坡 一半的人赞成一半的人反对 如果两个都通过了怎么办呢 当然蔡同荣最初修改公投法 并不是为了这个 他们本质上是为了要台独 对吧 要台独公投 因为更早以前呢 成立了一遍提过一个台湾入联公投 但是没有通过 但是虽然没有通过 但是距离百分之五十的门槛非常非常近了 所以他降低一下门槛的话 那么再提台湾入联公投或者是台独公投的话呢 那就很容易通过了 台湾的公投法也修改了 门槛也降低了 鸟笼子也打开了 鸟可以自由的飞翔了 蔡同荣也理所当然的提了一个公投法案 这个法案要先到那个立法院去通过立法委员的表决 通过之后呢 再让全民来投票 在去立法院表决的时候呢 民进党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在立法院门口大声的演讲什么 我们要救台湾 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台湾要独立等等 演讲的非常慷慨尽 非常的煽动人心 然后但是立法院里面呢 出现了十分神奇的一幕 这一次呢 国民党并没有阻挡这个公投 而是集体投了弃权票 就上线民进党的立委自己表决了 只要民进党的立委表决之后 这个案子就成立了 但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啊 蔡同荣见民进党的立委 没有阻拦这个公投 他自己出来阻拦了 他自己反对这个公投了 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 就是蔡同荣自己提的案子 自己打 然后民进党的其他立委呢 就是大部分立委也投了反对票 最终这个案子没有成立 这一次在立法院的搞笑的表决 基本就戳穿了民进党要台独的 真相啊 从我们大陆的角度看 可能是民进党担心一旦通过之后呢 大陆就要打他 就要武当 但事实上我认为未必是这样 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 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公投法修正案 就是要修改公投法的提案的内容 其中民进党就把公投 涉及到主权国号和领土的内容给删掉了 就是公投以后不允许投 就是台湾的主权领土和国号 这也就是说以后公投法不能投关于台独的内容了 也就是台独不能公投了 这个案子是民进党搞的 国民党的赖世宝和黄老顺等人呢 反而反对了一下 他们黄老顺认为 就是公投应该涉及到主权和领土 对吧 但是被民进党激烈的反对 后来那个赖世宝上过赵少康的一个节目 他说他们之所以提这个呢 就是为了阻滥嘛 就是为了在台湾民主面前戳穿民进党的假象 他民进党其实最害怕台独的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并不想台独 那民党不想台独 为什么总喊台独呢 这本子 这其实就是民进党一个骗票的手段 对吧 因为民进党我们一看 就是并不是十分的会治国 民进党并没有有效的治理台湾的手段 对吧 譬如尤其蔡英文上台这两年 台湾的经济是越来越差 尤其是农民和育民 不停的上政论节目去控诉民进党 就是自从他们上台之后呢 我们农民育民已经完全不赚钱了 甚至还在赔钱 既然他们没有有效的治理台湾的手段 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呢 也提不出什么好政策来 所以唯一能够让他们当选 就是打统独议题 不停的喊台湾独立 独立不了呢 就认为是对岸是大陆的打压 对吧 是国民党在卖台 那么他们是爱台湾的 对吧 我们民进党是台湾 比如陈志平 我是台湾之子 然后现在的陈菊 说我是台湾人的女儿 对吧 我们是真心爱台湾的 所以我们要独立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东西吧 所以统独议题呢 是民进党骗票的一个手段 就是他们其实 也并不是真正的想独立 譬如蔡英文执政以后呢 很多台湾的蓝营就讲了嘛 总统也是你的了 立法院也是你的了 这一次民进党是全面的执政了 对吧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想修法就修法 对吧 你想搞共同独立就共同独立 因为共同的成案标准这么低 那你为什么不搞呢 民党也没人搞 他一方面他不搞 而且他通过公投凶状案 把公投涉及到领土主权 这个东西 彻底给删掉了 让台湾的台独公投 根本就不能成立 然后他们就 但是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呢 又不停的打统独的议题 什么我们要独立呀 我们要如何如何呀 譬如前两年的金马奖 民党又打了统独议题 他的目的呢 就是刺激岛内的独派民众 这次九合一大卷 再投他们的票 那么打背清牌嘛 所谓的背清牌 就是对岸打压我们 然后国民党卖财 就是总是这一招 循环往复的使用 比如金马奖的时候呢 他们的蓝影 譬如邵康战情室 这个节目呢 的嘉宾就在节目上讲了 对吧 金马奖是一个文化上的盛会嘛 你到这里喊独立干什么 就是政治怎么能参与到这种电影节上去呢 但是台湾的绿营就不这么认为了 他们认为就是说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台湾 我们又表达我们独立的愿望 然后说对岸反应过激 他又在压霸我们 对吧 在欺压我们 然后蓝影说那种话又是卖台湾 他们不爱台湾 然后我们爱台湾 我们要守护台湾的民主 这次投票一定要投民进党 投比如高雄市 要投民进党的陈其脉等等 就是这一招啊 就是永远在用这一招 循环往复的在用 但是今年 从今年选举的民调上来看呢 就是民进党 尤其是深历的基本盘 在急剧的缩小 比如陈水扁呢 在台北也搞了一次 独立大游行 但是基本没有什么人呢 不像以前人那么多 之所以这样呢 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么一次又一次的事情 譬如蔡同龙的公投 譬如这次蔡英文全面执政了 对吧 你们老喊独立独立 但是你们从来没有付出过实际行动 对吧 时间长了 大家慢慢就发现了 你只是在骗选票 再加上民进党执政这几年 经济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很多南部的农民 就看中式的采访吧 很多南部的农民都讲 先雇肚子再雇佛祖 就是先吃饱饭吧 什么头不头 毒不毒的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都不赚钱了 还给我讲那个 已经没有用了 就像毅力深律 就是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已经二十多年的高雄 这次就被国民党的韩国瑜给端了老巢 韩国瑜的竞选口号也很简单 就是东西卖的出去 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 就是这一个口号 几乎在高雄掀了盖子 那他的东西卖的出去 其实我们其实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讲 但是但是也很明白了 东西卖的出去卖到哪里 就是他的农产品了 鱼产品了 要卖到大陆来 人进的来就是陆客 就是大陆的游客 要去台湾旅游 蔡英文执政这几年了 其实大陆不怎么买台湾的东西 而且上台湾旅游的人也非常非常少 就台湾的观光业了 高雄是一个观光为主的城市 它的观光业了 包括农民了 等等收入都没有了 所以原本非常非常绿的 对吧 民进党只剩二十多年的高雄 基本已经就全面大翻转了 翻转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嘛 一个就是经济太差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看穿了民进党 就是他并不 其实民党并不在乎台湾独立不独立 独立只是他们骗选票的一个议题 他们只是想利用这个议题骗选票 然后他们当选当官 然后就是发大财 不过发大财的是民进党 老百姓发不了财 譬如这次高雄发水 就整个路面塌陷什么 出现了五千多个坑洞 对吧 但是高雄在过去治水的时候 花了七千多个亿 所以民众也在问 钱哪儿去了 这七千亿花哪儿去了 而且还欠债三千多个亿 不仅欠债三千多个亿 而且高雄市的重大建设 全是中央财政补贴的 对吧 就等于高雄的巨大 大就是大规模的建设 比如捷运了 他们的捷运大概就是 类似于咱们的青鬼 还有一些文化中心了 等等那些大规模的建筑 全是中央补钱的 那地方财政那些钱 都哪儿去了 还欠了这么多钱 而且还把高雄卖出了 五千 卖了五百块地 地也卖光了 什么都光了 所以高雄市的人民 大概也发现了 民进党 他属于假独立 真骗票 真骗钱 真贪污 比如陈瑞扁 他也在高雄 陈瑞扁其实就贪污了 很多钱的 在监狱 呃 待了没多久 就保释出来了 保释出来了 他保释的时候呢 是因为有病了 但事实上他出来 他并没有病 他帮他儿子参加 帮他儿子参加选举了 等等等等 天天跑各种活动 呃 完全看不出有病的样子 当然不仅仅是高雄了 呃 台湾的呃 大部分人民 已经看清楚了 民进党呃 呃 假独立 真骗票 真骗钱的真实面目 呃 所以这一次九合一大选的 各种民调 呃 民进党的呃 支持者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尤其是深绿 少得十分可怜 当然不仅仅是民进党了 国民党的基本盘 也在缩效 呃 台湾的中间选民越来越多 呃 台湾的中间选民 呃 大部分现在有个口号 就是选人不选党 就是不管你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出身的 呃 只要你能做事 会做事就行了 至于你是哪个党 已经不重要了 呃 呃 这就表明了一种 一种趋向 就是在台湾 现在搞 意识形态 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大部分人 更关注的是 自己现实的生活 就是啊 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了 我能不能买得起房了 呃 我能不能养得起小孩子了 至于统一不同一 独立不独立的这个事 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呃 这将是呃 台湾日后的一种趋势